言歌零 穗子物语 第零九章 奇才 必其回来的时候是八月 是肖穗子出世之后的第六十八天 穗子把这记得如此刻骨铭心 是因为整整六十八天没一个人跟他讲过话 连练功去呀 发白糖了 借我点洗发膏小肖 这样的话都没人和他讲 可这天下午两点多 在一片知了的呐喊声中 穗子听到一声 没睡午觉啊 小肖 穗子冷了 回头一看是碧琪 拎了一个网兜 兜着他的脸盆 牙具和拖鞋 还有就是大半盆毛桃 他的提琴鞋背在背上 卖着小儿麻痹式的布子 17岁的首席提琴 守碧琪像世上大部分天才那样隐约带一点怪胎的影子 不同于其他天才的是碧琪特别明白自己 明白与他的天才搭配而来的低能是蛮不了谁的 因而他两个大眼总是歉意的 难堪的 因而文工团的人对碧琪从开始就另眼看待 觉得不照顾这个既蠢又懦弱的天才碧琪心里过不去 碧琪站在练工房窗口 眼睛还盯着碧琪的背影 碧琪是唯一不知道他丑事的人 否则他不会主动同他打招呼 碧琪万万没想到大家如此仁义 竟忘了把他的二百多封情书落网经过告诉仅在十来里以外的音乐学院进修的碧琪 也就是说唯有碧琪不知道碧琪在情书里写过多少艘话 还把他当作纯洁无邪的小肖 这会哪怕只有一个人把他当好人碧琪也知足了 他含着泪看碧琪已走到了宿舍楼的楼梯口 给几个下楼来的男兵围住 给他们拍头打肩 很快女兵们也来了 说碧琪瘦了胖了 碧琪挨一记亲热就嗦嗦哽子 咧嘴傻笑 认斗认宠的样子 其实碧琪并不难看的 就凭他母亲的模样 也不该认为他难看 碧琪有个漂亮的寡妇母亲 把碧琪从北京一路送到成都 火车上几十个新兵挤在七八个座位上 碧琪母亲对其他新兵说 劳架了 请让一让 碧琪这会要练琴了 或者 针对不住 请让一让 碧琪要睡一会儿 这孩子身体太差 不睡飞垮不可 碧琪比其他新兵小一两岁 看上去小更多 并且每个人都知道他五岁就独奏 因此都很服从碧琪母亲 心甘情愿的让这碧琪 腾地方给他练琴 睡觉 做体操 后来 碧琪母亲说 请让一让 碧琪的家餐了 所谓家餐 就是吃零嘴 大家很快都被碧琪母亲说服了 世界上人分两种 一种是天才 一种不是天才 摊上碧琪这样的天才是没办法的 连他做母亲的都没办法 只能多忍受多牺牲 连司令员也没办法 听了碧琪的演奏就去挖地方乐团的墙角 把13岁的首席提琴碧琪挖来了 新兵连一屋有30张上下铺 碧琪母亲一看碧琪分配的是张上铺 便拍拍那张下铺对碧琪说 琪琪你睡下铺 下铺的新兵说慢着 下铺贴的是我的名字 碧琪母亲说 那一准是贴错了 你看我们能睡上铺吗 琪琪的胳膊腿儿要像孩子你这么好使 我准敲锣打鼓送他上上铺 他要像你这样利索 我可扶其死喽 他一搂那新兵的肩膀 笑容香喷喷的 大家于是都去看碧琪的手 脚四肢 那是春节过后 碧琪的一双大肥手上长着紫红洞窗 碧琪的身体是七八岁儿童的 手脚却是中年人的 并且是发福的中年人 他左边脖子上的那块皮肤是老年人的 又暗又操 碧琪母亲说 想知道琪琪从小练琴吃多大苦头 就看看这块皮肉 碧琪母亲这时已把碧琪的背包卷打开 摊在下铺上 背包卷里包着十多包奶粉 几大瓶肉松 大家许久没见到这样高级的食物了 脸都红起来 赶紧全躲开 碧琪母亲很快和大家讲了道理 看着碧琪是在吃好吃的 实际上她是在吃药 不吃你们就等着瞧吧 不出一礼拜她就得饭贫血 拉起琴来的碧琪是另一个人 四肢也合作协调了 大眼睛也不怯生生了 她拎着提琴走上台时一点都没有她速来的盘山 台风也极其漂亮 甚至有点独断砖横的气质 琴不想人都给她震得抽口冷气 琴一想反而倒没什么了 观众对音乐时好歹的又有几个 不过看着看着 人们还是会莫名其妙的激动 看碧琪薄薄一片瓦式的头发在她正亮的大奔儿头上甩下甩上 甩得那样潇洒 那样澎湃 人们无法不受感染 碧子印象中 碧琪几乎是无语的 总是夹着小提琴 两个大平族一拐一拐 急匆匆要躲到没人惹她的地方去练琴 大家惹她也出于疼爱 拎一把她的肥大耳朵 踢一脚她的儿童屁股蛋 或者抬起她的两手两脚给她做滑杆 碧琪上奏从不自己化妆 把脸往谁面前一伸就可以了 有时几个男演员无聊了 便把碧琪的脸化成个美女 碧琪并不去照镜子 下台后才发现 那是人们见碧琪给惹哭的时候 她哭起来是不怕羞的 一面乌也一面控诉 完全是个忍无可忍而告状的孩子 碧琪乌瓦乌的向老吴告状 口水在嘴唇上拉丝耳 鼻涕在鼻孔前吹泡 老吴便真跟惹碧琪的人生气 老吴一开始听碧琪拉琴就不行了 虽然是墨席提琴 但老吴对于音乐最实好歹 几天后的一个晚餐时间 很多人围着碧琪说笑 碧子非常害怕 老拿眼烧去瓢他们 只要有谁朝他这边看一眼 他便在心里说完了 他们正在把他的事情告诉碧琪 他现在唯有在碧琪跟前还有脸面 有个人给你点脸面多么不容易 这对于垂死的希望同人们恢复正常接触的碧琪是根救命稻草 碧琪见碧琪走过来了 他嗓子眼仅得一口饭也咽不下去 假如碧琪看见他当没看见 就说明有人已把他干下的好事告诉了他 他却向他笑笑 他在这个笑里没找到任何破绽 他一口气松下来 看着碧琪笨头笨脑在洗碗池那儿洗碗 接水 仰脖子漱口 君帽顺着几两滑下来 在碧琪心里他还清白 一阵窃喜使碎子又泛起骨头青来 脚也飘然了 原地来了个劈叉大跳 人们不是那么彻底的残忍 碧琪待着 一条婉罩进来 桌上的一群大苍蝇五彩缤纷 直到十月国庆的繁忙演出 碧琪似乎始终蒙在鼓里 碧琪仍是揪心 一旦看见有人跟碧琪眉飞色舞的说话 他便提心吊胆 碧琪马上要知道他碧琪闯下什么丢脸大祸了 他看见老吴跟碧琪都抱着琴波弦 老吴说着什么 碧琪朝男女演员这边看看 笑笑 老吴嘴很缺德 只对碧琪一人留情 老吴说哪个女演员受便说他一身击骨头 说谁踢后腿是狗子撒尿 说谁腿短就叫谁两条腿的大提琴 一身缺陷的碧琪却从没让老吴糟蹋过 老吴爱碧琪爱到什么都替他做的程度 他替碧琪灌暖壶 替碧琪丁棉被 吃碧琪的包子皮和肥肉皮 也替他受过 一次年度打靶 老吴和碧琪站靶场警介绍 不准行人进入靶场外围 以免被榴弹伤着 老吴站东南 碧琪站西南 老吴远远看见西南边灌木丛里出没一个人影 立刻向握在几百米外的射击手们挥起大叫 停止射击 却来不及了 一颗榴弹落在一个打猪草的老太太腿上 碧琪傻眼看看血泊里的老太太 老老实实告诉老吴他一个顿儿功夫 把老太太放进了靶场 老吴叫他闭嘴 责任由他去推卸 他说碧琪你别弄包啊 让他们炸出真话 你就脱军装吧 老吴把责任开脱得很好 开脱不掉的一点儿 自己替碧琪顶了 谁也不知道老吴的档案里是否为此留了阴影 老吴不在乎 他非党非团 又是莫习 还能往哪里扁 只叫碧琪成了音乐伟人别没良心 忘了为他牺牲的莫习老吴和贫农瘸奶奶 碧子紧盯着老吴薄薄的嘴唇 生怕他们摆出萧碧子三个字的形状 还好 好像没有 他和碧琪谈论着一段旋律下月池去了 灯按下来 观众席竟得只听到人们不断咳嗽 咔 咔的吐弹 月池里的笑音声也脸熄了 男女演员们挺胸收复 准备一个冲刺出去 指挥棒抬起 一小阵 又放下来 指挥问首席提琴碧琪怎么了 碧琪说有人音不准 于是他又给个音 大家又笑一遍 碧琪在领头 又是一遍 他对指挥说 就差那一点 就那一扣扣而 他说这话时一点也不老三老四 所以五十岁的指挥尴尴尬一瞬 率进马上就还原了 碧琪的提琴独奏靠后半场 三次羡慕后 汉把他的薄毛料军装后背打得胶湿 女兵们一快上去给他打扇子 擦汉 端冰镇牛奶 女兵们疼他的时候嘴里总有几声骂 又没睡午觉 又藏在哪儿练琴 泪不死啊 碧琪就那样站着 脸上有一点羞愧 碧琪毕竟很纯洁 女性的触碰使他多少有些受罪 碧子在碧琪走过去时本想说句什么 什么都行 比方拉的针棒之类的废话 但他临时又变卦 勾腰装着整理五鞋去了 他看见那双穿正亮三街头的大平族从他身边走过去 不久听见一声 奇奇 不必看也知道是妞妞和鸭鸭 妞妞有一米八零的个头 却输两根细辫子 压压榜大腰圆 一口老烟牙 两人都说极不地道的四川话或极不标准的普通话 所有司令 政委的儿女都是这样一口话 超越省界的 寒阔东西南北的 高于任何乡属的杨精斌 他们大声和碧琪说话 一口一个奇奇 他们是奇奇独奏的前一分钟进剧场的 奇奇上面羡慕 他们下面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除了奇奇 所有人的表演都是傻蹦瞎吼 有时他们心情特别好 也会把05演员或独唱演员招呼一下 说 爱 那谁 过来过来 过去后 压压会上下打量他 他 他 一下 说 跳得还不错 叫什么呀 告诉他们叫什么 姓什么 他们说 不错 过去怎么没注意你呀 假如他们心情好的要命 他们会把送给碧琪的巧克力 卖入精分一点出来 赏给他 他 极偶然的 两姐妹会把个别男 女演员开车接走 带到港少森严的司令楼里 请他们听奇怪的音乐 爵士 吃一种叫吐司的东西 却明明就是面包 比起每回都是半个主人 帮着挑唱盘 演员们受宠若惊 坐在那里 动也不敢动的听上两三个钟头 终于听完了 压压总会发现新大陆的说 你的眉毛描过吧 或说你脸上查了胭脂吧 当然 被压压揭穿的多半都是事实 演员们去他们家总要给自己形象加工 这样姐妹俩就到了胃口 觉得文工团圆浅薄虚荣是没错的了 破天荒也是有的 姐妹俩跟几个演员偶然也会交往下去 直到谈及家庭门第 在这方面姐妹俩最受不了谎言 一旦发现谁撒谎压压便会说 人家碧琪就不撒谎 他爸被镇压又怎么样 还是挡不住人家成大音乐家 当然这样讲的要很大派头 连文工团领导都讲不起这话 冬天文工团和军区部队一块下乡 进行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演习 碧琪变得闷闷不乐 他仇恨东逊 第一是每回东逊 他手上的洞窗就发作的一塌糊涂 第二 他不能保持每天十小时的练琴 第三 他的纳队平足在急行军夜行军中会充分显出劣势 这是个多余的季节 文工团兵分四路组成战地鼓动队 穗子和碧琪都在老吴的旗下 大部队大部队的行军是沿着盘山公路 而鼓动队必须插小道抄到大部队前面 小道上一脚下去黄泥齐怀 才两里路所有人老了式的喘 听见一声沉闷道 听见一声沉闷的我操 大家知道碧琪又摔了一跤 老吴鼓动队长也不做了 专门去照顾碧琪 老兵说雨天行军跌交不能超过三次 不然人就给跌散身了 碧琪少说已跌了十跤 神散了行也散了 最后一跤把架着他的老吴也拽倒 老吴说 好样的 爬起来 碧琪的大平族麻木的搓动几下 却没爬起来 老吴心里很虚 但嘴巴仍旧斗志昂扬 我就不信咱们碧琪今天就爬不起来 一 二 三 哟 碧琪的两脚又蹬几下 再蹬几下 他长着洞窗的肥大耳朵往下一搭了 嘴啃在泥里 成了一尊完整的泥胎 他抬起脸 人们看见眼泪飞快地从黄泥里冲出来 两片泥嘴唇之间一根亮晶晶的水弦 碧琪呜呜地哭 一边哭一边口齿不轻的控诉 袜子都缩到脚心了 裤衩让汉给弄湿了 特摩德荒 这什么破路什么破天气老不情 大家围在他身边 瞪着眼看他 几个女兵恨不得和他一块骂 陪他一块哭 老吴这时把自己背上的背包和锣鼓交给一个男兵 对碧琪说 来了 老吴今天坐老驴了 他吭哧一声把碧琪背起来 又说我他妈的连自己儿子都没背过 老吴背着碧琪走走歇歇到达鼓动地点时 大部队早已过去了 晚上领导当全团人的面及了老吴鼓动队长的指 老吴对碧琪说 我老吴为我老子都没受过这种气 碧琪你以后成了大音乐家可要孝敬老吴 大家这时都围着吹势般的吹火烫脚 没有凳子 只能站着 先烫一只脚 再烫第二只 老吴却搬了几块柴让碧琪坐 有人逗碧琪 说碧琪认老吴做爹算了 老吴这么疼你 亲爹都不会帮你洗脚 挑水泡 碧琪只笑 露颗小虎牙 老吴捧着碧琪搁在他膝盖上的脚 上面的十几个水泡穿了刺 扎着引流的头发 乍看快成仙人掌了 老吴说 怎么样 碧琪 就差给你抓屎抓尿了 碧琪又羞了 说 哎呀老吴 老吴说 屎尿咋个了 碧琪也太纯洁了 未必马克思就不阿屎 大家笑着说老吴反动 老吴太粗 不配做碧琪的爹 碧琪这时抬起头 正好看见碧子 他笑了一下 碧琪想 人们怎么了 从此对碧琪瞒下了他碧子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了 军训期间除了演出几乎没人练功 谁都没这份体力 不演出的晚上 大家洗洗衣服 早早就滚地铺了 文工团住的是一所小学 后面有座破礼堂 偶尔需要排练 就去那里 天刚亮碧子已练功练的一身汗 见碧琪一手提普加一手拎琴和进来 他说 小潇真刻苦啊 绝都不睡 碧子说你不也挺刻苦的 碧琪一边摆好朴子一边说 天天这么翻跟斗 非摔了不可 碧子原以为他撕练抢背并没人留心 他脱下练功鞋 换了棉鞋 去去挂在绣铁钉上的棉衣 碧琪说 哟快看 碧子吓一跳 转过脸 见碧琪已经在他身后 离他半步远 他指着他侧腰说 你刚才伸胳膊我都看见你泪巴骨了 一条一条特清楚 他笑起来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女舞蹈演员受得见骨 那是扶起 举起胳膊还不见泪巴骨 在舞台上就成猪了 碧琪像刚懂道理一样点头 碧琪说 你练琴吧 我练完了 碧琪说 我打赌你不到八十斤 碧琪把海澜练功服袖子一撸 说 那也比你有肌肉 看见没有他一捏拳 大臂上真出来个小个的 碧琪便伸手上来摸了摸 说还真是肌肉 他又用两个虎口一笔 说 你的腰肯定比这还细 碧琪马上说 不可能 我又不是芝麻风 他像所有舞蹈队女孩那样 歪脖子拧下巴 嘴上是吵架 眼里柔情似水 他在很多年后奇怪 经受了一场奇耻大辱之后 他怎么仍在这个时刻 跃跃欲试的想做怪 碧琪说 那我亮亮看 他两只大胖手 带着洞窗和松香粉末 傻乎乎的卡了上来 你看 差不多吧 也就稍微粗一扣扣儿 他的手弄得碧子痒了 咯咯的笑着躲闪 碧琪说他打赌他腿上 肯定没什么肌肉 碧子不服 把一条腿单举起来 空在空中 缓缓画动 一面说没肌肉能做这个 你掐表吧 十分钟之内 我这条腿不带落地的 碧琪还是不以为然 碧子急了 说那你来一个试试 碧琪把腿一绷 说来摸摸看 咱这肌肉一块 快都不含糊 碧子觉得伸手去摸 不大成体统 但又一想 男兵女兵常常在一块掰腕子 有时还会打闹的滚坐一团 认为不成体统 只说明自己思想复杂 思想复杂是最刺痛碧子的 一个罪名 碧子思维飞转的时候 碧琪已捉住她的手 纳在她腿上 碧琪的腿果然挺结实 碧琪把她的手领到肚子上 说看看咱这腹肌 碧子彻底放心了 假如人们这时还不把她的事告诉碧琪 就不会告诉了 倒不是碧子对碧琪有非分之想 只是她太看重碧琪给她的这份平等和尊严 打靶之前出了事故 碧琪半夜口渴 起来喝水 喝了行军湖里灌的擦枪油 每隔半小时 碧琪便要呕吐一次 腹泻一次 老吴忙坏了 打着电筒 架着碧琪在茅厕和宿舍之间飞快往返 最后仍是无济于事 还没跑到茅厕碧琪就不行了 老吴咬牙切齿的说 加紧屁股 平住呼吸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碧琪身体一垮 老吴知道这下好了 全到裤子里了 老吴怎么也拽不动碧琪 他蹲在地上呜呜的哭 老吴一说总得洗吧 总得换裤儿吧 他就哭得更伤心 老吴很懂碧琪 他自尊心太强 宁死也不要人收拾他裤子内被粗粗消化过的枪油 擦洗干净后的碧琪躺在被窝里 不理睬劝水劝汤的老吴 老吴明白他羞坏了 并且心里有太多的知恩和感激 若要表达 更令他害羞 老吴说 你归儿真做老吴儿子了 老子给你抓屎抓尿了 到中午连军区首长都来看望碧琪了 然后碧琪就让首长的车给送到了军分区医院 一礼拜后碧琪还是吃什么吐什么 一个人瘦得只剩个大脑壳和一对大手 一双大脚 妞妞和鸦鸦从成都赶来 妞妞一见碧琪眼圈也红了 鸦鸦把医生护士叫来大发脾气 说这么简单的病情都处理不了 干脆回老家做赤脚医生去 鸦鸦只是给碧琪用它带来的营养液 又只是把碧琪同屋的三个病号搬出去 姐妹俩在招待所毫了监房 一早便到碧琪床边来监督治疗 开始是把早餐带过来吃 后来洗漱 早侧都挪到了这边 碧琪脸上果真有了人色 一天早晨例行抽血 妞妞见小护士扎得碧琪咧嘴 便丝丝纹纹的训导起来 说你以为人人都跟连队来的操大兵似的 吃了你们的苦是哑巴是黄连 一个老护士这时跑进来 一把逮住妞妞就往走廊里拖 今天让我逮着了 我说怎么天天早上有人在女厕所大便不冲水 妞妞已给她拖到走廊上 一个劲的挣扎 老护士说 去把你拉的大便给我冲掉 妞妞的白净脸长得通红 压压跑出来保护姐姐说你再敢不放手放不放 好好 现在不放可就来不及了马上你就要知道我们是谁了 有人凑到老护士耳边告诉她 这姐妹俩是司令员的女儿 老护士说 司令员的女儿就拉了大便不冲啊 老护士这话非常在理 非常合逻辑 也非常有原则 连妞妞和压压都觉得理亏起来 但两人毕竟是女孩子 一口咬定老护士老眼昏花 诬陷好人 科主任这时开始查访 听走廊上乱便出来搞治安 压压和妞妞回到碧琪病床边 听老护士大声说 司令员的娃儿也要讲卫生 不行让司令员自己来评评理 军训结束回到成都 是春节前夕 老吴交代了碧琪如何吃药 如何休养 便匆匆回家探亲了 其实碧琪已经康复了 人也胖了不少 早就开始吃正常伙食了 初一早上她照旧练琴 结束后拿了饭盒到火房打饭 这才记起初一火房不开火 而是分发给美人半斤面 半斤肉馅 由大家自己去包饺子 大家往往自己结伴 五 六个人合成一组 皮尔的皮尔 包馅儿的包馅 同时胡聊 或者斗嘴 碧子受到一组人的邀请 感动的心也要化了 半年来这还是第一个集体向她展开怀抱 但她忽然发现各组都没有碧琪 知道她又躲到什么别人找不见的地方练琴去了 她便撒了个谎 说另外一组人已邀请了她 碧子撒谎是因为碧琪 假如她告诉人们 碧琪尚未入伙 大家一定会等她练完琴帽出来时 拉她入伙 那伙人里万一斗嘴斗得过分 说出碧子的事来 碧子从此连最后尊严也没了 她见过类似情形 斗争归斗争 事情一过半年 人们就会拿当事男女开玩笑 假如有人说 爱 小肖 怎么不和你男朋友一块包饺子啊 碧子在碧琪面前就原形毕露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 碧琪给她的一份友情 基于她仍旧认为她单纯无邪 半年中 从夏到冬 碧琪的友情成了碧琪 碧琪的空气和水 她领到面和肉馅 等着碧琪 见到她 她说她起床晚了 别人都搭了火 她只好单干 碧琪特别高兴 说我来皮儿吧 你这个南方老儿肯定不会皮儿 碧子不动声色 把面和好 不紧不慢操起了面杖 碧琪大手直拍 连连喝彩 南方人成这样也还凑合 吃饭时 碧琪谈到她母亲 她说她跟母亲每隔两天就通一封信 妞妞和鸭鸭接她去司令员宅子 也请她用司令员专线给母亲打电话 她忽然说 你好像挺脱离群众的 碧琪说 没有啊 你不太合群 谁说的 你说我呢 小潇 我合不合群 碧琪说 你当然合群了 你群众关系最好了 她说 可 咱本身就是群众嘛 说完她笑起来 大眼睛弯弯长眉飞舞 一点也没有平时切诺木讷的样子 碧琪想 碧琪倒跟她挺合的来 说不定她也拿她的友情当回事呢 她还发现碧琪有个不正常的地方 对别人的事 她一个字都不谈 似乎她一点也不知道她周围的人怎样活着 亦似乎她知道也不感兴趣 春节之后 复原 转业的名单公布下来 名单里有老吴 老吴委屈冲天 说文工团卸墨杀驴 过河拆桥 吃了干字砍树 掏空了豆瓣酱砸酱缸 她在文工团领导面前却说另一番话 这么多年我老吴不是无怨无悔的做墨席吗 墨席 就是最小一颗螺丝钉 只能由她这样思想过硬 不图名不图力的老同志来当 最后她老泪纵横 说碧琪和她处得根爷儿俩似的 她走了 谁来照顾碧琪 碧琪可不是螺丝钉 而是主机哟 老吴哭了一场又一场 有真哭有假哭 从文工团哭到政治部 最后政治部再三研究 结果是再次决定让老吴复原 老吴跟碧琪说 老子飞去偷赶机关枪来 扫平文工团 扫平政治部 碧琪说机关枪恐怕不好偷 老吴说冲锋枪也行 说着老吴两手抱着头 又哭了 而老吴却被惊险地挽救了下来 碧琪跟妞妞求情 妞妞又向她爸求情 在老吴将要踏上回她那小县城的火车之前 把老吴抢了下来 这装饰鸭鸭和妞妞 碧琪分歧颇大 她说老吴这种冲数烂鱼早该扔出去 正是她和你们要对中国音乐的悲哀负责 压压说 知道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是什么吗 是艺术 老吴又恢复成一贯的老油条 满嘴俏皮话 牢骚话 早上叫她起床出操 她仍旧说 出你妈啥子操哟 把老子皮鞋都崴断了 和曾经不同的是 老吴开始收学生 她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欠了一屁股人情 政治部干部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老吴这里来免费学琴 老吴到处跟人说 他们请我误人子弟 我只好照办 她心里图得是和办实事的人搞好关系 就不会在下次转业中让文工团领导下她的独手 一次老吴出差 把学生们交给碧琴 等老吴回来 一个学生说碧琴揍了她 老吴非常吃惊 问碧琴怎么回事 碧琴一口否认 说老吴你想我会揍她吗 我又不是她老师 老吴不知如何断案 懦弱的碧琴不可能揍人 也犯不上揍人 而那学生的叙述又十分逼真 那个八岁男孩甚至说碧琴的手又大又厚 熊掌一样拍下来时 让他感觉杀时间天昏地又暗 老吴觉得学生的形容是有根据的 他又回去找碧琴 碧琴正练琴 老吴坐在一边等 他明白碧琴对什么都无所求 只求一份清静 在他练琴练到一半时不被打断 一支练习区圆满结束 老吴还等 他知道碧琴刚拉完曲子 你说什么他都不明白 或者明白了也靠不住 得等他自个儿醒过猛来 主动和你说话 才是有效的 终于碧琴看见钢琴凳上坐着个人 是老吴 他说哟老吴啊 老吴说你小子告诉我一句实话 你揍没揍那个娃娃我都无所谓 但你必须说实话 碧琴急得更口乐了 说我凭什么揍 揍他呀 就他 他也配我揍他 那他凭什么胡编呢 那 那我怎么知道 碧琴 他爸可是管着干部提升 调任 转业的哟 他回家告你一撞 你小子吃不了 兜着走 碧琴瞪着眼 瞪着自己黑暗莫测的前途似的 好一阵 老吴觉得他确实无辜 只好走了 说好吧 你练你的琴吧 我想法拉拢腐蚀那小王八糕子 或处具 这月四两糖果都给他吃 老吴走到门口 照例问碧琴有什么事拖他办 碧琴从口袋抽出一封信 请老吴替他扔油桶里 老吴拿着碧琴给他母亲的信 向文工团大门口走 私务处没开门 他买不了邮票便在台阶上坐下来 晒着早春的太阳 碧琴给他母亲的信没有封口 他看得见音道列等信指背面的字迹 碧琴用英文给他母亲写信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而老吴会读英文倒是一个秘密 老吴嘴巴很浑 心里一点不浑 知道胡言乱语都不要紧 会英文却是会惹里通外国的祸 因此文工团的人每一个知道 老吴在高中还用一口交言英文朗诵过莎士比亚 老吴想 这时闲着 不如用碧琴的信测测自己英文水平 看是不是忘光了 打开的信纸上 碧琴这样写道 亲爱的妈妈 原谅我前天没有按时给您写信 出了一件事 我揍了老吴的一个学生 我指出他方法完全不对 他不但不听 还说吴老师就那样教他的 我忍无可忍 给了他一个大耳光 我其实揍的不是这个八岁的孩子 尽管他愚蠢而可憎 我揍的是那个更愚蠢可憎的老吴 他这样一个大蠢才已给音乐造成极大危害 还嫌不够 还要造就一帮小蠢才 共同来祸害音乐 上封信我告诉您 我怎样替这位大蠢才求情 免去他的转业 当时我一听说他被处理转业 心里大声为领导们叫好 这些狗屁不懂的领导 总算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现在我觉得自己也很蠢 只想留下他为我洗衣服刷鞋套被子 就忘了他在我身边将长期用他的琴声折磨我 我几次想告诉他 你也别费劲拉提琴了 不管你怎么拉听起来都是板胡 我的痛苦在于整个乐团都是老吴这样的人 既无天分又无素养 并且愚蠢的可怕 他们前天晚上很神秘的请我去布井库房 说有一个秘密音乐会 库房的门窗还用棉被遮了起来 有人打开一架留声机宣布音乐会开始 等结束拉亮灯时 我发现所有人都两眼痴呆 喊着眼泪 您知道什么让他们这样悸动吗 梁柱 连梁柱这样肤浅庸俗的东西也能把他们打动成这样 这一点倒是妞妞和鸭鸭胜过他们了 至少他们不会用梁柱来开音乐上的洋婚 尽管这两姐妹也是一对白痴 毕竟在音乐上见了点视面 知道拿门德尔颂布拉姆斯庄装门面 对了我忘了把鸭鸭找出的一张父亲的演奏唱片寄给你 上面还有父亲的相片 不知他挖空心思找踏实什么感觉 难道不觉得挺荒谬 他的父亲把我的父亲当成凶恶的敌人 我常常想拒绝他们的邀请 但又经不住打免费长途的诱惑 毕竟我能常常听见您的声音呢 而每次到他们家 我就更讨厌他们 文工团的白痴们尽管不可饶恕 毕竟还辛苦卖力 而他们会什么 什么也不会 两条生在特权里的寄生虫 每回坐在那个巨大的客厅里 我就想 我原该拥有这一切 他们把我的夺走了 您上封信提到要为我抄的巴哈 我已从刘教授那里借了一份 那个姓肖的女孩会帮我抄 她抄普抄的还不错 加之她十二分的巴结 本来我听说她的家境和我们相仿 倒和她有同病相连之感 不料她倒同我热切起来 好像我不知道她在夏天挨披痘的事情 我以为我们这样家境的子女 一旦有机会就会殊死奋斗 看来不尽然 也会出她这样的败类 不过我还是会让她帮我抄普子的 看她讨好的样子 我心里好笑 难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女孩 难道我会受你勾引 成都的天气已转暖 我手上的洞窗也该好了 北京的风沙季节快到了 您要保重 谢谢李南叔叔 他的推荐虽然失败了 但我仍会一天也不松懈的练琴 音乐学院我总有一天进得去 也许不是去做学生 也许是做一个偶像 当一个偶像竖起来后 没人在乎她从什么家庭背景中走出来 您大概又要叫我做梦着了 起床号响了 我得像身边所有虚度年华的人一样进行愚蠢的一系列活动去了 想念您的奇奇 1974年3月20日